那我的概念是這樣,其實理論上如果不在這個內瑪錶裡面的話,那表示它應該是中文的 中文比較特別一點就是因為美國人在設計電腦的時候根本不會想到多國語系的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最早期電腦就只能打英文 那來到台灣或者去到別人,就是再加一些外掛 加外掛什麼掛中文系統,以前DOS掛完之後還在加掛一個什麼以天中文才能夠顯示中文 對啊,到底都一樣嗎?那個中文是後來加的,所以它並沒有考慮到中文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怎麼辦呢?基本上就是第一個,如果它的阿西根內瑪錶假如不是在 0跟127之間,基本上它應該就不是數字也不是英文,那不是數字不是英文那應該就中文,如果以我們現在的例子來看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小於0,大於127,那剩下就中文 所以邏輯大概知道一下,就是小於0,或者是大於127,因為裡面沒有交集,所以你不能用AND 因為它沒有交集,所以交集跟連集,這樣看應該很清楚 以後反正工作裡面的邏輯判斷 不外乎就連集,不外乎就交集 大概就是兩種,那你就知道一下,然後再把程式對應寫出來 應該結果就OK,所以留下中文的話,基本上就是 把那個什麼,剛剛的那個 留下英文,拿這個來改 那第一個,Ctrl C,然後Ctrl V貼上 那改的話呢,基本上就是把我們剛剛那個邏輯把它加上去 改成留下中文 OK,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這邊的話,本來是 那個大於變成小於0 就是它有可能是負的 或者 不是AND,是偶爾 偶爾 然後呢 大於127,所以把這邊改成大於127 它的數值 OK 這樣的話呢,基本上 還有,這個不要 所以把那個 U-Case這個拿掉 剛剛怎麼加,你就怎麼把它拿掉 所以記得喔,看著準喔 千萬不要刪錯 這邊 它有前刮斧,就要去掉後刮斧 好 這樣的話,輸出的話就輸出到我們的 F欄,所以把這邊改成F OK F欄 那這樣就輸出了 輸出的話,試試看 那這樣,中文部分有沒有 Nokia 對 因為剩下來,它應該就不在那個表裡面 那一個那個 阿斯科捏碼 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是數字 英文大寫 英文小寫 剩下就符號 還有一些控制 其實鍵盤上面的一些相關對應的位置 那至於為什麼要這樣編 那你要問美國人 因為他們剛開始就想到這樣編 對不對,你也不能去改編 因為那個 它的規範 OK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請各位另外就是清除 清除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之前我們是跑個回圈清 不過未來 如果你要清除的話 我是建議 整個範圍清 會比較快 整個範圍請你用那個什麼 Range 有沒有 Range 前面好像用過 錄製具體裡面會產生 有沒有 哪一個呢 B2 到F9 後面呢 請你就是只要加一行程式 點什麼呢 CLEAR CLEAR是清除全部 那你要記得 CLEAR Contents 就是裡面的內容 等同是 選取 加Delete的鍵 當然呢 我們前面是錄製聚集啦 不過錄製聚集 我是覺得 錄製聚集可能會產生 四行程式 但是像這種東西啦 你要再錄製一遍 不要浪費時間 所以乾脆 以後記得 就是 慢慢習慣 請你使用Range 物件 後面就是他的方法 叫CLEAR Contents OK 利用這個方法 把裡面的資料 清空 清空一下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可以輸出 一個 兩個 這個是 數字非數字 留下數字 留下英文 留下中文 最後一個清除 OK 所以總共六個按鈕 請各位 試著做做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另外 剛剛同學提到那個就是 如果用East3 去查那個 1234 1789 應該可以 試試看 程式也許我待會想想看 真的有些東西 真的是見招拆招 想得出來的 如果你也可以把它寫得出來 那以後解決問題就 非常簡單 其實理論上你想得出來 應該都寫得出來 只是說你那個功力慢慢要增加增加 那我的習慣就大概就是 反正一個回圈嘛 邏輯判斷 這個部分也許可以想想看待會我們再來看 另外就是說 這個做完之後 一樣把它轉成 制定函數 Function 如果未來我不要按按鈕 我將來是希望 可以插入函數 會有五個函數 就是剛剛那五個東西 那如果我不要Sub 我要Function的話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只是說要怎麼樣寫得出來 不過我其實跟各位講了 你Sub寫完 一樣啦 Function寫完了 拿來改就好了 不過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啦 只是說 怎麼改 也可以再想想再試試看